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瑟瑟拜见太子妃 自从你嫁到东宫 我还没来看过你呢 今天特地来拜会 谢过太子妃 阿渡 这是 从哪里翻来的烂东西 也好意思拿出来送人 瑟瑟 这个是西州皇城里面 沉酿数年的葡萄酒 最好的 你不要看它长成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必须要用泥瓦密封了 才不至于散出酒香 我特意从我的随行嫁妆里面 给你拿的 想你那野蛮之地 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好东西 我看 就是故弄玄虚 什么故弄玄虚 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 谁知道你里面 放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谁敢喝呀 什么意思啊 我为什么要放奇怪的东西啊 我问你 你第一次见瑟瑟 就害她落入湖中 第二次又害她进湖 你想害她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现在再想害她 我觉得也不奇怪 我懒得理你 瑟瑟 这个给你 谁要你这烂东西 拿走 我给她的 怪你什么事啊 我不让拿就不能拿 免得你再害人 谁害人了 我害人 你还杀人了呢 那战场上杀人和你想害人 是一回事吗 妇人之人 殿下 太子非也是一般好意啊 你闭嘴 你闭嘴 我告诉你 你不时换我自己喝 放开 这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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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姐 瑟瑟 你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又想干吗 她流血了又止血呀 你给我出去 要不是你 瑟瑟根本就不会受伤 我 从今天起 你不准在踏路青蓝殿半步 我 瑟瑟 走 出去 你干什么你 出去 出去 放开 瑟瑟 快 回家太医 快 是 是 瑟瑟 疼吗 殿下 不去看看太子妃吗 不去看太子妃吗 我看她干吗 她把你伤成这样 我还去关心她呀 我看殿下 并不是真的讨厌太子妃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殿下再心疼瑟瑟 也不应该表现得如此明显 还是你温柔懂事 还是你温柔懂事 好了 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那殿下今晚会来清卵殿吗 太傅要我学习政务 我就不过来了 免得母后又说我无心朝政 迁怒于你 是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太子殿下勤于政务 是百姓之福 殿下以后与瑟瑟 有的是时间相处 是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休门 我只是在余不生 上来 你暂常也没想过 夏天 我跟小姐 我认为她的蛋 五弟 真是好水性 方才多亏了你及时救了九公主 裴将军 怎么样 上回的酒要不要给你再来一壶啊 你一个姑娘就不知道自重一点吗 那你就不需要接我一下啊 来我这里喝酒的客人涂得都是开心 自重是什么东西 直几两银子 我是来找顾剑的 说也奇怪 这顾大公子这几天是滴酒未沾 他人呢 在后厨 他欠的酒债太多了 刷碗还债 没想到啊 你还能屈尊干这种活啊 你还能屈尊干这种活啊 这种活不用动脑子 还能动动筋骨 比起义父吩咐的那些事 轻松多了 柴先生已经出关了 过段时间我会想办法再让他入关 最近你少往宫里跑 宫里又出事了 最近太子和太子妃的关系不太好 但你不用担心 太子是为了演戏给别人看 他还是很关心太子妃的 关心是一回事 知道怎么关心 是另一回事 别心里想着他 做出了几时伤害他的事 你别老想着过去 他们已经把过去都给忘了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再说 不管怎么样 他们毕竟是夫妻 我们外人也插不上嘴 一提到太子妃 你的话就变得特别多 不仅是你对他有愧 我也有 我希望他好